我們來看北英女段考這一題 那這一題是標準的定義問題 要讓大家熟悉一下定義 所以他現在有訪問了100位同學 希望有95%的信心水準 也就是說我們做出的這個P 要左右擴張兩個標準差 那他問的是什麼呢 問的是B-A 其實就是四個標準差的大小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標準差是多少呢 對,標準差其實是什麼呢 對,是Phead乘上1-Phead 有head就是他是一個假的 除上這個人數 所以在這題裡面 我們就可以把它套進來 套進來 那我有時候我都建議用分數來寫 其實有時候在計算上是比較快一點點 這是P 那乘上呢 乘上Phead 那再乘上 人數分之一 人數分之一就一百分之一 好這樣子 分母就有10的六次方 開出來就10的三次方 那這裡面呢 這是8 這是6 所以等於0.048 所以這一題的話 因為四個標準差嘛 所以這是0.192 所以計算上是很簡單 不過我們看完之後都 多去感覺一下 它實際上呢 就是一個誤差大概同 我們可以大概估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 大概一百個人的時候 其實大概就是說0.05 所以呢 真正的範圍 真正的範圍 其實就大概就是54 0.54到那個0.74 好這是一個還蠻大的誤差 但是人數這麼 一百個人 大概就是要這麼多誤差 如果你信心水準要有95%的話 那一千個人的話 大概可以降到怎樣 一個人大概降到3% 那一百個人大概就增負10% 這是一個小嘗試 可以注意一下